大志文殊十里菩萨 那么 大志文殊十里菩萨 那么地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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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赫萨 接下来请收看生命讲座 编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好 那个谢谢大家 那么我刚刚讲那个 是传统对念的一个解释 那西方的是比较单纯 就是这样子 不过这个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真的重要的不是知道 因为刚刚跟休息跟那个师傅 在聊天也在讲 现代人大概知识 能够理解是很多 但是问题是 能够体会才对这个烦恼 才会有对峙的作用 不然有时候譬如说无常 这个大家都知道 八仙乐园这样的一个事情 大家会警惕 但是无常感跟无常观 真的能够观到 然后随时随地可以 因为无常观 而削弱烦恼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 比较重要的是要练习 就是在巴州课程 很重要的 很重要 不是只是上那巴士的课 而是每次上完课 每天都有一些作业要练习 每次来是因为练习 会有一些问题 讨论 然后又会教一些新的 然后回去又再练习 那重要的是 八周是基本上 大概会把它学会 可是最好是从此之后 一辈子都好好练习 那那个效果 那个力量才会 才会一直发挥作用 好 所以大家期待已久的 练习就要开始 那我先说一下 这个练习是在西方 他们教小朋友做的 那待会会发给大家一个神秘的礼物 然后呢 你等一下就选 你要放在左手还是放在右手 但是选定了以后呢 就不要动 然后就把你的手就放在桌子上 那么就是看他跟你接触的时候的感觉 心里的反应 然后那个东西它会变化 那你随着它的变化 你的感受是什么 有 有 够不够神秘 非常神秘 非常神秘的一个小礼物 然后另外一只手呢 会发给你一张 你看你需要一张或两张卫生纸 那你那个卫生纸拿着 就是等一下你会知道怎么用 我就不解释 那可能我们这个练习 它再维持个几分钟这样子 那放心好了 这个你可能 这个可能不是你很喜欢的 中间会有很多感觉变化 这可能不是你想像 你喜欢的一个东西 但是请放心 它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这个长期做的都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只是会有很多感觉的变化 这样而已 好 那神秘礼物就要出场了 请开始 好 一人选一颗就好好不好 好 不要选太多歌 不要太贪心 一颗就好 好这个礼物就是冰块一颗 你要用左手还是右手 请自己决定 好 然后你可以把它靠在桌子上 靠了以后就不要动了 好 如如不动 拿到以后呢 你就可以 一样 你们用这几天学到的这个 缠坐的方法 先让自己 你也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呼吸 先让自己安静下来 好 但是同时呢 也注意到那个 手上感觉的变化 好 尝试呢 完完全全 诀查 接纳 不管它是什么感觉 就是什么感觉 你也尝试去感觉你的反应 你的反应也没有好或坏 你心里面就觉得 完蛋了 OK 你就知道你有这样的想法 或者你心里面想说 这个老师变态 也可以 你知道这个想法 这是想法不是事实好不好 只是想法而已 然后去感觉 完完全全放松 就很简单 这个 为什么做这个活动 你也可以把它当做 你在生命中 有时候会碰到你 不喜欢的一个状况 可是有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 你越想逃你就会越难过 尝试干脆就接受它 尝试跟它相处 这个我想我们有些人圣经就知道 这个不管你是多好的人 你有时候就碰到不好的人 有时候碰到不好的事 你不见得可以逃得开 也许可以逃得开 可是有时候你就是跟它共处 就是感觉 所以尝试着不要逃 而只是纯粹的感觉 观察自己手掌跟这个冰块接触的感觉 所以任何的感觉 让它自然的出现 然后停留一段时间 自然的消失 然后它可能会转变出其他的感觉 然后也观察自己身体的反应 可能开始很紧 然后心理很抗拒逃避 尝试说 好 就试试看 然后内心的一个想法的变化 这个天气那么热 我怕你们太热了 所以 它冷气不够冷 也可以感觉到 可能冰块慢慢的融化 细微的那个水流的一个变化 通常这个感受有几大类 是温度的变化 是冷还是热 这个我们一般讲地水火风 火大的变化 温度 或者是这个地大 是僵硬还是柔软 水大 是这个流动还是凌结 风大 大家能够了解 纯粹的感受 完全的放松 不管它是什么 然后我们身心也是一样 完全的放松 好 尝试把眼睛稍微闭着 尝试把你的注意力 更投注在 跟冰块接触的地方 不但不逃避 更接近它 甚至让你的心 跟哪一个接触的地方 结合在一起 不管任何的感觉 都不逃避 也不管是任何舒服的感觉 也不追寻 即使是同一个感觉 它可能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可能痛会更痛 或者是痛会减轻 或者是痛 痛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会转变成刺 或者是马 注意每一个细微的变化 moment to moment 时时刻刻 分分秒秒 都保持觉察 都接纳 外在的各种感觉 都有变化 但是那个清清楚楚 观察的那个心 却可以非常的安静 只是自然的让这些感觉 来就是来 去就是去 当我们可以保持这一种 安静的观察 慢慢培养出这种能力的时候 我们的身心 就会在一个最安稳的状态 是不是自我疗愈 就会开始发生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慢慢地发现自己 原来我有这个样子的反应 我们慢慢会知道说 也许怎么样做是对自己更好的 我们也慢慢会发现 原来生命里面 不想碰到的一些现象 假设我们有正念的话 也许它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也许它是一个提升智慧的一个难得的机缘 它真的是一个礼物 如果有正念的话 如果有正念 有对自己的慈心 对别人的慈心的话 所有的状况 就没有好没有坏 它都是我们能够提升的一个机会 这个现代教育西方教育 好像我们要学会累积很多东西 不过东方的如是道 强调的其实都要把握这一身 提升自己 提升到不同的境界 这个是现代教育不谈的 但是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面 我们都知道 人生是提升境界才是重点 外在的这一些也是来来去去 提升境界是自己内心最重要 带不走的事情 我感觉大家现在非常的安静 好像已经变得很享受了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暂停到这里 我们暂时再把剩余的一点点的礼物 再收回去 所以我调查一下 因为我刚刚有下去问了一下 看有些人好像很享受 他说对 很肯定 很神奇 所以我调查一下 刚刚体会到有什么样的感觉 不管是前还后都可以 麻木 好来 有一个一个来 所以刚开始那个受不了是什么感觉 刺刺刺刺刺 好有刺刺刺痛感觉的 请举手 哦 很多哦 好请放下 然后麻木 有麻木感觉的请举手 哦 也不少 有些人没有 好请放下 还有什么感觉 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的是什么感觉 没有感觉就是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的举手 也有 请放下 除了前面那种感觉 还有什么感觉 清凉 清凉是一开始吗 没有感觉 一开始就清凉哦 是是是对老师的信心 好有感觉清凉的举手 也不是你一个耶 很多个 刺 凉凉 冰凉舒服 ok很好 好 除了刚刚前面的感觉之外 还有什么感觉 有其他感觉的 哪边 对 到最后就剩下那个 莫柏跳动的 的样子 这样 这样子哦 哇 那那个已经就是完全就是 跟你的那个 刚开始就是像那个 那个老师讲的就是 有那个翅 是 觉得翅头 还比较大块 是 慢慢的生下小 旁边就是很 就融入了 是 剩下一点点 是 然后慢慢那个一点点 就 有点 没有感觉了 ok 那后来那个莫柏跳动就出来了 哦 就是有感受到自己那个 莫柏的那个变化 有这种 有感觉到身体那个脉动的 好 请举手 也是有很多 好 谢谢 诶 我在其他地方带 有人到最后的时候 会感觉到那个 诶 痛可能有很多种 有没有那个痛哦 痛到你整只手好像麻掉了 一个筋哦 硬掉了这样子 抽过来 有没有这样 哦 还没有哦 这不够大块 大块一点 可能再多一点体会 那 可是他们到后面的时候 既然冰块耶 对不对 可是他拿到后面 竟然会感觉到温温热热的 有没有 有哦 很奇怪 有温温热热的感觉的 请举手 也是有 好 请放下 那 有些人感觉到就是说 到后来 很舒服 就是 就是跟他在一起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 有 中间有一段 觉得舒服 很舒服 很放松的 请举手 哦 对 对 不就 请放下 所以呢 我刚刚在讲神秘礼物 是冰块的时候 你们想 你们有想到 会有这种多的感觉吗 不会 所以这很有趣 正念是什么呢 它就是我们每个人 都有的能力 好 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个 natural sati sati 那个正念在英文 它是用了另外一个字 叫 mindfulness a-m-i-n-d 心嘛 f-u-l 就是你的心 完完全全的 在那一边 n-e-s-s 是名词 mindfulness 但是这个字 其实是 在原来佛 佛教典籍里面的话 是sati sati sati 我们中文 其实严格说 应该是翻成念 正念的话 是更严格 是整个八正道一起运作才叫正念 如果要再更细分的话 就是出世的八正道跟世间的八正道又不一样 出世的八正道的话是 就是基本上都已经正道无我了 他才能够一直在那个完完全全的那个八正道 完完全全的那一面 那世间的话至少就是说 真正相信有因有果 有善有恶 这种世间的正见具足了 才是世间的八正道 但是西方的话 他当然是没有办法去讲那么完整 但是我们的话其实是可以学习 把它弄得完整 但是呢 可以尝试的 不用这种 因为他们不见得能够一下能吸收 他是可以用这种变化 游戏的方式 即使是小朋友也是很容易学的 那正念呢 怎么讲 一般人都有 我们讲自然的一个正念 但是可能不延续 而且不深入 那慢慢的培养 他就会越来越深入 那这个力量呢 是所有其他定力啦 智慧的一个基础 我现在也是有智慧 可是那个是 就是飘飘浮浮的 对不对 有时候有 有时候就碰到境界的时候又没有了 但是正念具足的话 就不会漂浮 你就是碰到像那个冰块 一开始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倒霉的事情 可是正念具足 接受它 搞不好里面就有一些智慧出来 而且跟我们想的原来不一样 这个充分体验 原来发现这个人生可能比我们原来概念想的更丰富 不见得是这么的不好 好 那 我 因为这边都是老师 所以这个 我在教一些 就不是那个传统八周课程的 我是教 如果要教小朋友 要怎么变化 好 那譬如说 那当然 假设说教小朋友 我们就不能要求他说一定不要动 他动了动去也没关系了 那教小朋友最重要就是要好玩 要简单 而且教小朋友跟我们 这个一般教大人禅修就不一样 教大人禅修是我们想办法去配合那个方法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本身有那个动机 对不对 但是小朋友没有 所以变成是我们要配合他 所以只要他愿意做 我们就成功了 他做得好不好都没关系 假设他这个做了A计划行不通 马上要有B计划 只要他愿意试就是成功 那么这样对他来讲 就是他慢慢的 就会对他自己的身心有一些了解 这样子 那所以像冰块的话 如果他动来动去 如果小朋友就是OK 但是可以慢慢的去引导 让他好玩 然后我们譬如我们可以说 小朋友来 我来比赛一下 看谁可以支撑到30秒 小朋友就愿意试了 如果30秒 来我们看看谁可以支撑到一分钟 对不对 但不是支撑到一分钟 看里面有什么感觉 等一下要写作文写下来 我想这个大家都是老师更厉害 不同年龄不同的方法这样 好 那刚刚我们是用触觉来练习正念 那练习正念还可以用什么方法呢 刚刚除了讲行住坐卧之外 这个我就不讲了 这个刚刚有稍微提到 我这边只是讲说你看西方 他现在不但是有很多的课程 而且都几万个人参加过了 而且很多的医院都有这种固定 固定的开这种八周课程 它那个已经发展35年了 1979年开始 这边的话 台湾这几年 其实我们有几个朋友是 已经很久以前有在做 但是那个时候还没 因为大家不知道没有传进来 所以我们那时候做得很辛苦 可是这几年就变得很流行 所以我们这几年也很辛苦 就是到处要去演讲这样子 因为那个时候是要推得很辛苦 现在是有点分身乏术了 那西方的话很多的网站 你只要查这个Mindfulness这个字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资料 包括那个研究也很多 资料库里面随便找 那大部分的话是抗压、放松、肌肉等等 这些东西 这个有讲义我就不一一讲了 那很多的病痛其实都有帮助 尤其是跟压力有关的 这在美国就还 他们已经算是尽量最便宜 就是跟身心灵的课程比起来算便宜 不过算一算的话 也还是一点 也有一点 比我们台湾就贵 我们台湾就算是 尽量尽量压到最低的 然后有很多的研究 举一个例子 这个很久了 1998年就做的 牛皮癩 牛皮癩是怎样 这样 很难受 牛皮癩的话 它有一种传统的光照疗法 照几分钟 那个衣服要脱掉 要涂一些油脂的东西 卡巴基那天 有时候跟医生刚好吃饭聊天 他说可不可以帮他们 因为那时候卡巴基很有名的 他就想说可以试试看 因为他在那边的话这样子照 然后有时候会焦虑 而且他们就是那个 治疗效果不太好 因为他那排队排半天 然后照个几分钟 他要请假到老远到医院这样子 所以成效不太好 后来他们就结合那个正念 但是不是那八周课程 就是教他在那个里面照的时候 可以注意呼吸 或者身体扫描这些东西 那发现就是说 有加那个进去 他的那个速度会快四倍 所以那个疗效就是好很多 这个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很多研究我今天 当然没有时间一个一个讲 那包括就是说 企业界有很多人在用 他们那个抗体 用抗体都发现 有训练的抗体比较好 然后快乐的感觉也会比较好 好 积极的情绪 好 疼痛 各方面 炎症 各方面的 好 那方法就是很多 就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讲 OK 那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我们刚刚讲用身体 触觉可以练习 还有什么可以练习 听觉可不可以练习 视觉可不可以练习 都可以对不对 好 那听觉 有时候你可以就是坐着 完全放空 听就只是听 就让所有的声音进来 还是我们要练习两分钟就好 试试看好不好 OK 你就是一样 就是稍微像这样的 稍微坐着舒服一点 那像一般假设是坐在地板上 我们通常也不 也不会要求要盘腿 如果他自己本来盘腿 就很轻松的就盘腿 但是一般人的话 坐椅子上OK的 或者是说你其实坐在地板上 稍微垫高一点 你腿只要一前一后就好 不用盘腿 也不用交叉 一前一后 因为重点在于训练你的念 那当然人盘腿 假设不勉强的话 是有好处 就是对身体的运行会有好处 但是对锻炼念力来讲的话 那个不是绝对的 那有些人如果是勉强去盘腿的话 有时候反而身体因为紧绷 反而有时候会有一些状况 不见得是最好的 这个是我们有些朋友的话 我们也会看到的现象 所以这个心要松 身体也要松 OK 好 现在尝试呢 就只是所有的都放下 身体放下 心也放下 就只有在当下 就像刚刚在接触那个冰块一样 所有的感觉让它自然的来 自然的走 我们现在是用耳朵来练习 所有的声音让它自然的进来 停留 消失 不管是什么声音都接受 发现自己有喜欢或不喜欢的反应 没有关系 这些喜欢或不喜欢的反应 也跟外面的声音一样 让它自然的来 自然的去 尝试把耳朵打开 尝试同时听到所有的声音 不管是大的声音还是小的声音 不管是远的声音还是近的声音 只是听 如果脑子浮现出某些想法 就只是知道就好 再拉回你的耳朵 再听声音就好 如果脑中有一些想法很强烈的把你拉开 可以尝试去标示那个想法 标示它 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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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计划 计划 计划 标示完三次之后就回到你的耳朵 好的 谢谢大家 这个配合 现在慢慢的轻轻的动一动 如果你需要可以稍微把脸抓一抓 手抓一抓 OK 很短的一个时间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练习 随时随地都可以让我们安静下来 如果我们教会小朋友很小 我们就教会他的话 是不是他一辈子的礼物 现在小孩子很辛苦 他一点空档他就会很焦虑 这样的人其实很辛苦 对不对 没有办法享受 我们这个周边有那么多的一个 美妙的一个事情 没有办法享受 对不对 单纯其实是最快乐的事情 我们的心现在是变得比较复杂一点 OK 看 眼睛 看可不可以练习 可以 但是我们现在没时间 我交给大家 大家这两天 明天才结束 有空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最近快要下雨了 对不对 你就用听 对不对 给自己两分钟三分钟听一下 我有一次就是打完座 刚好下大雨 那时候在一个铁皮屋那边 那时候一听 很有趣 又发现 原来大的声音跟小的声音 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远的近的也是可以同时听到的 很有意思 OK 那看也是一样 有空的话可以出去看看 我问一下 这个 天空是什么颜色 你知道我问这个 这个老师这个 花样很多 不可以随便回答 所以天空是什么颜色 所以有时候我用概念回答说天空是蓝色 可是你真的去看天空 天空是蓝色吗 不一定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时候 教小孩子很多知识 可是有时候要让他直接去看天空 你看 天空的颜色不但是很多颜色 而且还会变化 是吧 天空有没有黑色 有 有什么 为什么 乌云的时候 乌云的时候 OK 还有呢 晴空万里是黑色 青色 有青色 然后夕阳西夏呢 所以大家都看过嘛 是吧 所以出去的时候 有时候给自己几分钟 当然你不要对着太阳看 对着太阳看这个 就不明智了 眼睛照坏就麻烦了 这个练习正念也不是傻傻的 如果说在经典里面 他讲正念正知 正念Sati 正知Pajjana 那个正知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要去判断 你不是只是投注而已 你要去判断 这个作为 合不合一 合一正知 有没有好处 有益正知 等等 有四种正知 如果基本上就是说 你其实是有判断的 对不对 判断之后你才练习 所以你不要在那边 对着太阳猛看 然后最后就一片黑 瞎掉了 那可不要讲是我教的 千万 我绝对不会这样教 所以不是只有那个 只是这样而已 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但是你可以对着天空 不要直接照 那你会发现天上的颜色 就是一样 它来就来 它去就去 对不对 那我看起来 你们都很早睡 是不是 不是 不然 因为我想到的 那个天空黑色是晚上 晚上天空是不是黑色的 不一定 有什么颜色 深 很深很深的 对 有看过 所以真的去看 看到那一大片这样子 那种感觉是不是也是 很放松 假如有机会你就躺着 然后就是看 几分钟 那是练习 是不是 我们现在是不是 应该给小孩子 有多一点这种机会 当然 现在小孩子 像以前我国中 而且我读的是好的国 初中 那是私立的 读初中的时候 几点下课 4点10分就下课了 我还要坐交通车 回到家不到5点 然后干嘛 就跑去田里玩 跟朋友去晃 晃晃晃知道差不多快要吃饭了 再跑回来 吃吃饭洗个澡再读书 读一读也是 我现在 我问我的学生 都要八九点才回家 没有留在学校也要去补习 很小很小就要上安清班 活在人造的环境里面 没有机会去接触真实的人生 真正的你出了社会 要去解决真实的问题的时候 当然有问题 这个真的是要去改变 分难的教育 他们以后也不分科了 他们是 为什么 解决问题 因为你解决问题 其实就要用到很多科 可是因为要解决问题 那个动力就很清楚 比如说我那个学校 附设幼稚园有个鱼缸 那个鱼缸里面牵涉到哪几种学问 第一个里面有鱼当然有生物学 还有什么 有植物就有植物学 对不对 还有什么 温度重不重要 物理 水质的酸碱度 pH值重不重要 对不对 你要养好一缸鱼很多学问 可是你是有一个实际的 一个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那个小孩子就自然 会投入进去 那分开以后 你这样再合起来 已经没力气了 所以我们同学这个 考完试就不太看书了 我们现在 大学我们也是 蛮辛苦的 因为他虽然是上了大学 问题是他的兴趣已经没了 这个很伤脑筋 可是真实人生充满变化 正念的话 不要讲说要修成四禅八定 要开悟 至少这个对人生 每天你这个人际 你这个生活周遭 你是有感觉的 那是很丰富的 这个我想是相当重要 所以我有个朋友 他台大法律系毕业的 那他那个毕业以后 他没有当律师 他在我们台南安南区那边 有一块地 种田 他认为这个台湾农业 现在其实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粮食自举率是 差不多30左右 你真的有事情的时候 很多人是没饭吃的 你说我们有钱就可以买 问题是 真的是有粮食短缺的时候 那个 比我们有钱的国家多得很 是吧 是不是 所以这个 很多东西的话 其实还是要回到根本 我们台湾不应该是没东西吃才对 但是假设不小心的话 可能真的会没东西吃 所以他很忠实农业 而且农业它不是放在粮食的问题 它放在的是什么 小孩教育的问题 所以他小孩下了课以后 就到田里面来种田 所以那个种田很多学问 那他很多同学后来也带来 他那个导师有带他们同学来 刚来的时候 到底那个稻子跟杂草 也是分不清楚 是不是 所以里面很多学问 而且什么时候 那个要注意 那个浇水要怎么浇 水限到哪里 太多学问了 那个小孩子在那边的话 因为又要 因为他们有时候自己把点菜来煮 这样子弄 他们要学会合作 前一阵子我看FB 他们做了一个事情 就是去山上弄了一些竹子 现在未来的计划 是在田里面盖一个竹屋 竹子 那他们要自己设计 要分配工作 是不是 这样子那个领导力 合作力 什么什么力都培养出来 那他虽然是那个法律系 他没有要去赚那个钱 可是我觉得他那个小孩子培养出来 真的是值得 所以正念也是这样 不要让小孩子活在概念里面 要活在那个真实的 跟世界的接触里面 这样子才是真的对他那个 很多的能力的培养是有帮助的 好 OK 那 所以教小孩子 我们就是第一个要简单 要好玩 而且呢 随时要有B计划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行不通就要换另外一个 好 所以小朋友当然是很吵 对不对 那我就说不要讲话 不要讲话 有没有用 有时候有用 有时候也不太有用 但是对小朋友你要变化 自然而然他就会了 而且他这个慢慢就会练习 那当然我在更进一步的话 他慢慢练习熟了以后 我可能就会再教他 听声音 那这时候呢 不但是听 而且要听那个声音的远近 声音的大小 轻重等等这一些 那这个巧妙变化就在个人了啦 所以 这个有机会的话 大家是可以再更深入 了解这个 我们传统的这个正念的修行方法 不管是这个子的观法 我刚刚教的还是子的观法 子的一个修行方法 观的修行方法又不太一样 然后也可以吸收这种西方那种世俗化的 他虽然是很浅 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讲 倒是还蛮需要的 那他有没有宗教信仰都没有关系 但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文化环境里面 有些人接触以后 他慢慢会知道说 这跟佛法的这个禅修方法 还是蛮有关系的 有些人他就会想要更上一层楼 他搞不好就慢慢的会去接触 跟这个密集的禅修 那在西方的这些老师 我刚刚讲他们开始的时候都是 是受这个传统的禅修训练的 那一般人去上课的话 他就不会去谈这一些 可是如果说你以后 你有心当一个正念减压的老师 那他们就会要求 你不能只是参加正念减压的课程 你一年而且是一辈子 每年都至少要去五天 或者是七天或者是十天 就是每年至少要一次 然后平常的话 他们也会有一些讨论 所以他们还是 如果是老师正念减压的老师 那他自己本身还是要跟这个源头有连接 那对于你真的负责任的一个正念减压的老师 那我们当然不是只是学技巧 而是这个能够更深入 因为真正那个带出来的品质 跟你跟这个带的老师的一个体会 是有直接关系的 那不是一个技巧 如果只是技巧的话还是会失败 我前面有讲到英国那个Mark Williams Mark Williams的话他是开始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有三个人在英国 还有一个加拿大的 两个英国一个加拿大 他们几个认知行为的一个权威 他们就讨论说要把那个正念 加到他们的课程治疗的计划里面 那开始的时候也是每个都同意 后来就试试看 那他们因为卡巴基已经做很久了 那有书 所以他们看以后发现不会很难 他们就去直接的去带病人 就发现不成功 后来就在想到底怎么回事 后来讨论也是没有答案 后来他没办法 就去申请经费 找了一些钱 直接飞到美国去 去上卡巴基的课 看了以后他慢慢就知道 然后跟卡巴基讨论 然后卡巴基给了他一个 最最重要的一个建议 是什么 就是说你自己要做 看书的概念没有用 正念是一个钱概念的东西 就刚刚我们玩冰块 对不对 你用想的跟你实际的差距太大了 对不对 而且你今天是这样的体验 你明天再做一次的体验 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那同样一个观察呼吸 你一般30个人 每个人反应不一样 那他有问题 你是不是能够回答他 那你能回答他 才对他有帮助 所以自己没有经验的话 看书 书里面再怎么写 很多细节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是很实际的 那我去大陆教课 有一次很好玩 就是教大家观察呼吸10分钟 尤格尔斯大学老师 他做完以后就说 他看到好大一朵梁花 那个菩萨好大一个 亮亮的这样子 然后问我 接下来要怎么样 如果是你要怎么样 我说那个不是你的夜处 对不对 不管你看到什么 或者是想法 回到你的夜处 这样就好了 那个也不是进步 也不是退步 就跟你有任何的感觉 或想法一样 你的心要锻炼的是 能够安稳平静 回来就好了 如果说观念不清楚 没经验 那就麻烦了 没有办法帮他 反而还把他导入歧途去 就上脑筋了 后来下课跟他聊 原来他稍微有点那种体质 他的学校是在西南边那边 但是他出生的地方在东北 他的那个咕咕啊 那些什么亲戚 就有一点的那个 萨满的体质 萨满就是我们讲这边那种 灵媒啊 那个丹基啊 萨满 萨满体质 所以以前念经什么的 有这些印象 本来就会很容易 有这样的反应 但是那个跟 我们讲的真念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所以这观念要对 OK 好 那 所以很重要 要练习 所以我们要求学员要做 这些练习 我们要做的比他多 然后也要在那个 有经验的老师的指导之下 慢慢去多接触不同的那个人 但是正念教育 教小朋友 那也是你自己做过熟悉 但是比较小 不用那么复杂的 能够对小朋友帮助的 就可以 像这个的话 不一定要买这个 你知道有声音的就可以 对不对 你像音乐老师 音乐老师你有很多方法可以用 对不对 散巧一点就可以 那我们最近有的是在辅导一些大学老师 怎么把这个东西融入他的课程里面 所以很多的那个变化 因为现在对我们老师来讲 学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现在学生有时候兴趣已经搞坏掉了 读书兴趣已经搞坏掉了 所以要想办法 让他有兴趣 那至少呢 就是 我们学这个至少自己身心会比较安稳 因为学生这个学校的挑战很多 行政系统有时候也是变化很大 我们自己身心要安稳 然后呢 又再变化一下 然后让学生也可以 我觉得教育他学在多知识 如果他不认识他自己 这个教育也是有点不太理想 学教育最后还是要认识自己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再多研究 我的理解还很有限 所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我今天就先报告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经持佛陀 无缘大慈 统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由其时代环境变远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悟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如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钱 护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内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生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一犬一凉 视为狼 老郭是动物园的饲养员 主要负责狼社里那四五只狼的卫生和饮食 他胆子非常大 进狼管打扫清洁就像进鸟族管一样 既不带电棍以防万一 也从不是先把狼反锁进水泥房社里面 老郭 你要做什么呢 打扫狼社啊 打扫狼社 你就这样贸然进去 难道不怕那些狼伤害你吗 小王 你不知道 老郭照顾那些狼很多年了 他都是这样只带着一把扫码 进去打扫狼社的 这怎么可能 他们可是狼啊 是食肉性的猛兽 其实狼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你看狼字是怎么写的 一犬一梁视为狼 所以他们也是有梁知的 这怎么可能啊 狼这个字比狠字多了一个点 也就是说很多一点就是狼 是吗 或许狼是狠了一点 但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梁知啊 老郭 他真的不会有事吗 当然 不相信的话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嘛 老郭走进狼社后便开始打扫起来 那几只狼就在他身边走来走去 果然没有一点要伤害他的意思 哎 老郭 刚才你在里面打扫清洁时 我真替你捏把冷汗 那些狼怎么就不会伤害你呢 我说过这些动物通人性 我天天给他们喂食 他们怎么会伤害我呢 那 你瞧 我胳膊上的这道伤痕 就是被路社里的那头公路给弄伤的 哎呀 看来那次你伤得不轻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我刚来这里工作的第一个月 负责管理路社 我觉着在动物园里照料路是最好的工作了 他们那么温顺 不会像那些猛兽一样令人恐惧 就在这时候 一只母鹿跑了过来 他睁着大眼睛看着小王 小王一眼看到了那只母鹿脖子上的毛 被树浆草枝弄脏了 粘成一块 于是小王伸手给他梳理着脖颈上的毛 你看你 这是怎么搞的 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 就在小王为母鹿清理毛发时 一头公鹿朝小王发起了攻击 哎呀 不好 小王转身要跑 但是回时已晚 雄鹿的鹿脚撞到了小王的胳膊 然后将其撞倒在地 小王受伤的胳膊不停的流血 他惊恐地看着愤怒的公鹿 正盯着自己还要发起攻击 救命啊 快来人救救我啊 自从有了那次经历后 我就不再信任那些动物了 即便是温顺的鹿 都会给我造成伤害 更何况凶猛的狼啊 我想那是因为正处于发情期的公鹿 我以为你要伤害他的伴侣 所以才会找你发起攻击 也就是说你和那些鹿 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情感 和动物建立起真正的情感 这可能吗 当然啦 我年轻的时候 就和两只狼成为了朋友 当时我不过按时出头 带着两位年轻的动物学家 进入了山林 哎 里面好像有什么动物啊 我来照照看 哎呀 好像是两只小狗啊 这里怎么可能会有小狗呢 这个洞又不深 把它们抓出来看看不就行了 哎呀 还真是两只小狗啊 这哪里是什么小狗 这是小狼 啊 小狼 刚刚乍看之下 真的像狗啊 这两只小狼 已经饿得奄奄一袭了 我想他们的父母 应该已经遭遇不测了 这么说这两个小家伙 已经成为孤儿了 真可怜啊 他们这么小 没有父母照顾 会死掉的 不如我们养着他俩吧 嗯 这主意不错 我们要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 我看这两只小狼 我们就当宠物养着好了 这可是狼啊 怎么能养呢 即便是狼 它们也是小狼 有什么不能养的 就这样 这两只小狼 便留在了科研队 并在大家的照料下 一天天长大 它们就像狗一样听话 跟着大家跋山涉水 结下了身后的友谊 转眼间 一年过去了 科研队完成了探开任务 要回都市了 小郭 谢谢你这一年来 给我们的帮助 你真是一个好向导 哈哈 时间过得真快啊 我真不舍得你们 我们也会想念你的 这两只狼 也得和我们分开了 是啊 就让它们留在这里吧 毕竟这里才是它们的家 然而就在动物学家们乘坐着车离开时 那两只狼疯狂地追着车子 追赶着好长一段距离 最终才放弃追逐 当车开走时 那两只狼朝着车开走的方向 发出一阵阵伤心的嚎叫 有了那段经历后 我便开始相信 即便是狼也是有良知的 现在狼社里的那几只狼 也都是我从小未大的 他们怎么会伤害我呢 几天后 狼社里的一只母狼生产了 然而不幸的是 它产下的小狼夭折了 那只母狼或许是悲痛过度 有点神经质了 它把小狼的尸体紧紧搂在怀里 深情地用舌头舔着狼仔的皮毛 其他狼稍一靠近 它便凶猛地熬叫起来 摆出一副殊死搏斗状 吓得其他狼都躲得远远的 让小狼的尸体一直留在狼社里 可不是个办法 是啊 那样很容易滋生病毒引发瘟疫的 不过瞧母狼现在的样子 谁敢把那只小狼尸体带走啊 是啊 谁要是感动一下那只小狼的尸体 这只母狼会跟它拼命的 老郭 你过来一下 园长 有什么事吗 老郭 那只小狼尸体得清理掉啊 放在狼社里可不行的 嗯 我早就想把它给清理掉了 只不过没等到合适的时间 哦 合适的时间 没错 就是现在了 说着 他朝狼社走去 众人急忙盯着他走进狼社 狼社里 那只母狼正涌着小狼尸体 昏昏欲睡 老郭走进狼社后 装作漫不经心的四下走着 像是在散步一般 啊 老郭的胆子可真大啊 他竟然就这样徒手进去了 他今天可是去抢小狼 不是清理整洁啊 是啊 老郭他这样做 的确是有些太冒险了 以我对老郭的了解 他绝不会拿自己的性命来冒险的 就在众人交谈间 老郭冷不防一把将小狼的尸体 从母狼怀里抢了出来 母狼一惊 立刻弹跳了起来 老郭伸手将小狼的尸体 朝狼社的铁丝往外扔了出去 小狼尸体被扔到了铁丝往外 那只母狼狂叫着朝小狼尸体追去 结果却一下子重重的撞在了铁丝往上 那只母狼盯着铁丝往那边的小狼尸体 然后一下接一下的撞击着铁丝往 撞得他剧烈晃动 而老郭则趁机离开了狼社 他来到铁往那边接手了小狼的尸体 然后隔着铁往和母狼对视着 你放心 我会好好将你的小孩埋葬的 当天晚上 狼社传出一声声淒厉的吼叫声 彻夜不息 第二天 老郭像往常一样拿着扫把 要进狼社打扫清洁 老郭 你这是要做什么 打扫狼社啊 打扫狼社 你昨晚没听到那只母狼叫了一夜吗 他现在恨透你了 你这样进去 他还不咬死你 我了解那只母狼 他心地善良着呢 说着 他打开了铁门走进了狼社 然而 当老郭刚一走进去 那只母狼便狂叫了扑了过来 一下就把老郭扑倒在地 闪亮亮尖利的狼牙直逼他的喉咙 不要 老郭有危险 老郭他太大意了 别说是一只凶狠的狼 就是人背放过度 也是会丧失理智的 赶快叫警卫来救 老郭 别担心 我们叫人来 老郭他这是干嘛 他好像是 让我们不要帮他 他究竟想干什么 老郭躺在地上 神色镇定 既不反抗 也不挣扎 更让人诧异的是 他还抬起脖子 将醉意受到致命伤害的颈部 暴露在狼牙下 说也奇怪 他的这个看起来极其愚蠢 任狼宰割的动作 对母郎却像是发布了一条 不准试咬的禁令 狼嘴叠了起来 乌咽了两声 从老郭身上跳离开来 垂着尾巴低着头 像似逃跑似的 蜷缩在一个角落里 这怎么可能 那只母郎 居然就这样放过他了 老郭他真是太厉害了 老郭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 老郭 你怎么知道 那只母郎不会动气 往死里咬你呢 狼聪明着呢 其实他心里明白 我抢走小狼尸体是为了他好 他把我扑倒 无非是要发泄心里的委屈 那只母郎将你压在身下时 你干嘛要将最脆弱的颈部露出来啊 他要是一口咬下去 可怎么办呢 不会的 在狼群里两只狼打架时 当输掉的一方不愿再打下去时 就会把最易受伤害的颈部 破露在对手的狼牙下 而胜利者是绝对不会狠毒的一口咬下去 哦 原来如此啊 怎么说来 这些狼已经将你当成他们之中的一员了 是的 所以我说狼也是有良知的 一犬一良视为狼嘛 只要彼此熟悉 彼此认可